达斯科上校已经到达战场了 傭兵这次可是实大实的变成了战地指挥官 低调的深蓝色军官服 搭配上简洁干练的长筒靴 整体看上去还是挺有感觉的 就是这个头嘛 不知道是不是披风的原因 我怎么感觉显得有点头大呢 发行是大背头加小辫子 不过好在在游戏里面的披风是软的 可以随着角色来回飘动 要说不足嘛 就是把人从椅子上揪下来的时候 还是有点僵硬 话说讲到披风 有没有的柴骏毛也穿了一点小披风 单肩的星空披风 小巧精致 而且也可以随风飘到 不过有飘逸的披风 这有僵硬的披风 又其实是守墓人的 啊 这角色的跟钢板一样的抖风 啥时候能软乎一点啊 还有积德的白色抖风 嗯 跟守墓人的一对比 我发现积德的抖风还是很不错的 尤其跑起来的时候 看起来特别潇洒 说起来 现在只有不少皮肤都是自带披风的呢 有黑色羽毛凭接的 白色单翼的翅膀披风 还有猎人带着神秘图腾的黑色披风 就连普通的蓝笔 也全都自带披风 看来中原里面最爱披风装扮的 先知可谓是第一人呢 那大家觉得 哪一款披风做的是最好的呢 葵观评论 告诉大家吧